大陸直播帶貨網紅一姐威亞遭中共當局查稅 合併欠繳稅金、稚納金及罰金 供需補繳人民幣13.41億元 12月22號 至少有8個省市的稅務局同時發布通告 要求明星、藝人、網絡直播主 在2021年底前向稅務機關主動報告自查 只剩9天的時間 直播主必須按照支付寶收入 按比例補稅 課稅日期追溯到2019年開始 還要補繳稅納金 外界認為 中國這些檯面上的直播主一個都逃不了 它可以達到很多種目的 它可以達到國進民退 避止這個私有資本 削弱民營經濟 打擊富豪 為它的所謂的共同富裕造輿論 中共黑手伸進網路直播圈 中國網紅人人自威 外界質疑 這位網紅一姐威亞 曾經是中國的脫貧直播主 為何變成逃稅女王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認為 中共當局是以所謂法律的名義 勒索民間財富 你看阿里 它的名義是反壟斷法 實施反壟斷法 罰了阿里幾百億 滴滴打車 它是用網絡安全的名義 然後教培行業是以民間給學生 給教育行業減負的名義 那麼最近鬧得沸沸揚的聯想事件 學者表示 中共這種手法不僅有政治上的目的 經濟上的目的 還有控制社會的目的 投負民眾對他政權的更多的支持和擁戴 他可以通過抑制這個民營資本 減少民營資本在整個國家經濟生活中的比重 他可以對這些民間的財富進行掠奪 來緩解和彌補他的財政壓力 彌補他稅收上的不足 壓縮了民間的生存空間和自由度 學者認為 這些明星網路直播主在中國活動很多年了 中共現在這種開罰的手法也算是一種構陷 除了威亞 先前中國知名直播主雪梨林珊珊也遭到重罰 有網友估算 這波補稅大潮力度非常大 中共財政可能進帳不少